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提出与伊朗谈判的提议与他的行为相矛盾 因为华盛顿已对伊朗施施制裁 并向其他国家施压 避免与伊朗有贸易往来 报道趁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美国应怪他们自己在退出伊核协议 始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只能怪美国自己离开了谈判桌 威胁 制裁 开展公关行为 这些对我们都没用 同时 伊朗外交关系战略北援会的负责人也表示 德黑丸认为特朗普的提议没有任何价值 一周之前 特朗普曾警告伊朗 威胁华盛顿可能遭受严重后果 另外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特朗普否定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是非法的 对于华盛顿再次扼杀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 伊朗不会轻易屈服 据此前媒体报道 特朗普一直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签署的伊核协议不满 并于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重启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 近期 美伊双方互不相让 多次隔空打嘴仗 不过 特朗普30日在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愿意与伊朗领导人进行不设前提条件的谈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